麻花作业也能实现全机器花 一台机器设置流水线之作业 三秒就能制作一根麻花 你敢相信吗 河南位于我国偏北部地区 这里是小麦的主产区之一 经过世代繁衍后 前往善良的河南人民创造了多样的美食 除了最有名的胡辣汤以外 这里还有一种小麻花 是受当地人的喜爱 因其鸽头小巧 口味多样 经过油炸后 成为了人们饭后不可或缺的小零食 但是麻花的制作工艺较为繁琐 需要先将大头的面搓成细条 再将三根细条搓在一起 最后制作成麻花 河南的周师傅一直从事食品机械研发 受到朋友的委托 自2016年就开始研发麻花机 一时两年的研发 机器材终于成型 先是采用横向处料的方式进行制作 将面从进道口放入 随着螺旋不断地向外推进 使得面到达出口的模具处 三个模具就会自动旋转 从而碾成一股麻花 麻花的作业速度虽然有了大幅度提高 但是面在螺旋轴的推动下 导致面出现过烫的情况 致使麻花经过油炸后 硬度过大 口感不行 为了减少面与螺旋轴的摩擦 他决定将螺旋轴的长度缩短 但是依旧没有办法解决根本问题 经过不断的尝试后 他决定打破原有的制作模式 通过直接挤压的方式 减少面与机器之间的摩擦 从而保证面不会发烫 保证其制作出来的口感不受影响 另外机器增加至三个出料口 加快了机器的作业效率 制作好的麻花被承受在不断的传出后 通过切刀进行大小一致的切割 再进入山网送入油锅处 经过油炸后的麻花再用山网捞出 输送至指定位置 从而完成新运轮的麻花制作工序 新型麻花机实现了全机械化流水现实作业 减轻人工的劳动强度 让发明变成一件意义非凡的事情 为它的发明 请 Ordu通过Pe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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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teachers 你咀�起6英得就是带下胞4 one不费庆